我来让各位解释一下 它上来的一瞬间的过程 好 红桃七 接下来我把它弯曲 弯曲 好 这是个记号 告诉你它的位置在哪里 其他牌盖在上面 仔细看 一 二 三 我来开始教学真魔术 其实原理非常的简单 来 我们就直接看教学了 它是什么原理呢 其实它这边是有两张牌 是的 就有两张牌 好 我们给它握紧一点点 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好 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两张牌呢 给它这样一起 给它整折一个弯曲就可以了 把它一起折个弯曲 然后呢 再把它放上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上面这张牌给拨下来 拨下来以后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记号 对吧 现在有两张了 因为这张就不是漆嘛 漆在这里嘛 然后呢 我们再拨下去的时候 要快速把这张给按下去啊 一定要给它按下去 按下去 观众是看不到这张记号牌的 以后呢 我们这时候可以跟观众说 这个漆在这里对吧 然后呢 给它盖上去 然后呢 还要用这拇指呢 给它这里上面给捏住啊 如果你不捏住的话呢 它就会弹起来 对吧 所以要给它捏好了 然后呢 就数一二三 打个响子 它自然就 就上来的 对吧 非常的简单啊 好 学会的朋友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